今天呢 跟大家讲这个正量 在显密方面来讲起来 要知道一个人的正量 在显来讲 在一般的显教 他本身讲正量 比较少谈 但是还是有的 还是有 那么在密教里面呢 谈正量 那就是谈的很多 谈的很多 因为心啊 修心方面来讲起来 他比较无形 没有形 那么你修的境界如何 就很难去看出来 很难看出来 在密来讲起来 他本身 他有修身 就是身体方面 那身体方面呢 他就是有形的 能够从身体的种种的真后里面呢 看出你这个行者本身的这个正量 所以正量有所谓有形的 也有所谓无形的 那么在无形方面呢 必须要你言语 用你的语言表示出来 或者用你的诗迹啊 去表示出来 知道你的正量到什么境界 所以我们最有名的这个禅宗啊 无主红人 啊 要这个传人啊 他要传授这个医婆啊 给这个弟子的时候 就叫他们写记 这两首记啊 是最有名的 那么一位啊 他写的就是那个 啊 身啊 身是菩提树嘛 那么心啊 是明镜台了 啊 这个 也就是叫你常常啊 擎佛似啊 也就是不死若沉哀 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个记呀 我讲的不一定对 哈 意思就是这样啊 身是菩提树 那么心是明镜台 那么 时辞长这个给他 情服事 不时莫时若尘埃 总之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哪一位写的 是神秀写的 神秀写的 他是一个大弟子 不过这个我们一看了 就知道他是属于有的 还是有东西 所以这个六祖 他会能他本身所写的就不一样 他就是也是接着这个 接着这个写 他是写是菩提本无数 菩提本无数 明尽一辉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是提到无的 讲到无的 这个生也不是菩提树 心也不是明尽台 本来就没有 怎么会有尘埃呢 这是讲空的 讲空的 所以无主红人 一看这两个季一看 他就知道哪一个境界高 所以还是给了这个慧能 给了慧能 那么这个是用季来显示正量 其实我这个 这个是刚才我上座的时候 我临时写的 我因为我没有把这个诗记 全部背得很清楚 背得一字不差不是 而是用我凭我自己 以前读到的这个记忆 把这两个写下来 就刚才才写的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字都是正确 但是意思是这样子 一个是属于有 还在有的境界里面 一个是属于空 已经境界非常的高了 所以这个依婆 他就是给这个六祖费能 就是给了 意思就是在这里 那么禅宗里面传依婆 要看记 看记 密教本身来讲起来 看正量 这个记写出来也就是正量 也就是正量 表示他的正量是怎么样 那么禅宗里面也有对话当中 去显示正量 去显示正量 但是这个当然以对话来显示正量也会有错 我听说我听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啊 这个也是很厉害啊 他是两个对话当中也是用笔锁画脚的 也有时候用用这个啊 禅宗里面的故事里面也是有这样子 好像是说有一个人啊 他画一个圈 画一个圈 另外一个一看到是画一个圈的话 那吓了一跳 他怎么知道我是卖烧饼的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然后又比三个指头 他说哇 他很厉害啊 原来是一个烧饼 他都知道卖多少钱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两边的这个 禅不一定是这样子了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玄机啊 含常在肢体跟圆语当中 这是属于好像是说一种形象的一种禅 但正量啊 正量在这里面啊 可以显现出来 从圆语啊 文字当中 一样可以显现正量 密教本身的正量不一样 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不但修这个心 身口意清净 那么也修这个身 修身里面的正量显现 就非常的明显 而不是比较含幅的 那么什么是正量呢 应该讲起来啊 你我们讲说这个 在修法过程当中啊 你有没有法流的接受 这个就是一种正量 我常常讲啊 你自己在修法当中啊 把自己放空的时候啊 有宜宙的法流给你灌顶 你有没有灌顶的接受 这个有啊 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你是不是跟本尊啊 跟护法实时在一起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正量 好像如是真讲啊 护法实时在你的四周 这个是可以讲 但是你假如这样子讲啊 其实你还没有修出 护法跟随着你 你说护法实时在我四周 那么这一句就是妄语 当你自己啊 知道护法随时在你四周 本尊啊 实时注定 你可以去印证到的 这个印证到了 就是正量 这个都是 有就是有啊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你在修法当中啊 宜宙法流进到你身体里面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你可以接受到的 这种接受啊 也可以讲 就是正量 你在修法当中 你已经接触到了 你碰到 你感应到了 你感应到了 法流进到你身体 这个就是正量 你实时跟本尊合一的 这一种现象 这一种接受 就是正量 我们再谈正量 上回提到 这个正量啊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 这个宜宙法流 给你灌顶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护法在你的周围 一定让你接受到的 本尊注定 一定让你接受到的 不是观想的 所以这一种显现出来的 就叫做正量 那么也有人跟我讲 这个师尊啊 我的接受啊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没有 结束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好像 它不是一阵轻风吹来啊 让你觉得 好像有一股香啊 但是又要闻清楚一点 又没有了 不是这一种 不是这一种 或者是说 你突然间打坐的时候 哎 麻麻的 突然间又没有 不是这样子 心里想的 显现出来了 哦 我的前世是什么 又好像不是 这个不是的 这样子是不是不是的 所以你对于 这一种这个正量方面啊 是很硬啊 像印章一样啊 哭 所以称为 正量就称为大印啊 为什么叫大印 就是 哭 一印 那就是有效的 印章已经盖下去 就表示有力量 有效的 不是这个 不是私有若无啊 这一种稀无缥缈 不是这样子 失物又像花 像花又像物 这个不是的 这一种模拟两可的 不算 再跟你讲密教的正量啊 不只是这个 不只是这个 不要问我 你中脉通了没有 中脉通了没有 也不用问我 五轮开了没有 那个都有很深的 在你身体里面嘛 中脉在你身体里面 气在你身体里面 你着佛在你身体里面 你还问我 那我问谁 那你问我说 师尊我这个着佛啊 燃起来没有 那你肚子饿我怎么知道 着佛在你自己身上啊 这种正量啊 是一定要有的 要有软的像 温软的那个软像 会产生出来 你冬天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你升起着佛 你身体很热啊 你不怕冷的 你着佛 时时都在你身上的 全身都有软像的 所以着佛本身啊 你有燃起来 就是你的正量 你讲保瓶器好了 你保瓶器有没有正量 要避袭两分钟 这个师尊在豪阿姨啊 在豪阿姨海边啊 大家一起避袭 一起沉到水里面去 旁边有人站着看的 你要避袭两分钟 你在水里面 在海底下打坐 要打坐两分钟以后 才冒出头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勉强憋两分钟 你就喝水了 这个保瓶器有正量 逆袭两分钟 你沉到水里面两分钟 你一直憋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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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 这个就是一种正量 正量产生出来就是这种现象 另外呢 你有没有热受 那种大热的那种结受 那一个脉 气在脉当中行走 着佛在脉当中行走 所产生的热受 你应该会知道的 这个就是正量 你是不是切实修正到 这个明点不能漏私 这个就是正量 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正量方面的 你有没有这个正量 是这样子 这个都不是欺人 不可以欺人 不可以欺骗人的 那么中慢要本身要通 着佛要能够染 还有没有静光 产生那种静光 五轮打开才会有静光 中慢本身开了才会产生静光 才会有静光 那么你气能够游走在身体的脉的时候 才会有大热的 这个都是一定要有的 气能够循返游走 才能够产生热 着佛生起来 明点会溶解 明点溶解跟着佛生上来 互相融合的现象 也是一种身体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结束 要有热跟静光一起产生出来 这个都是正量 还有空性 刚上回我讲了这个禅宗六祖 写的这个记就是空性 你是不是得到空性 你是不是证明空性 是不是印证了空性 印证了空性就没有烦恼 因为空性化解所有的障碍 业障跟烦恼通通化解 当你还没有印证空性的时候 你烦恼多多 执着多多 当你印证了空性以后 所有一切的烦恼执着 全部消失在空性里面 全部消失在空性里面 你还有烦恼 还有执着 你就是没有印证空性 很简单 这个就是正量 你印证了空性 你说你已经得证了空性 那么你还在忧愁你的爱情 这个就是没有印证空性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你以空性来印一切 烦恼立刻就断 生死立刻就了 所以一个行则在不管你修显修密 你修显教你印证空性 一样的烦恼立刻就断 一样的烦恼立刻就断 生死立刻就了 你已经大策大悟 密教也是一样 你印证空性 无量喜无量之会 无量喜无量慧 无量喜无量智 产生出来以后 你有无量智 烦恼哪里存在 生死早就解脱了 这个都是印证 所以正量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 在密教里面的正量是很切实的 中脉走佛 静光大乐 Om Mane Bami Hom 好,我们讲这个 明心事过 明心事过 这个提议的意思是讲说 你要了解到这个佛性 它的过程当中的四种过失 这四种过失 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患的一个过失 这第一个过失 知道吗?就是讲啊 佛啊 佛是很高的 很高的这个境界 那么人呢 是很低微的 这是第一个过失 我们修密教啊 或者学佛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好像佛 哇,很远很高 他的境界太高了 我们高攀不上 人永远都是人 没有办法去成佛 佛距离太远了 这个想法是一般人啊 都还是有这种想法 一听说要学佛 哎呀,那佛太远了 他太神圣了 不可能的啊 所以他本身因为有这种想法 他就很容易退失 退失他自己的这个学佛的这一种性 很容易退失掉 密教是这样子讲 密教是讲 佛跟我是合一的 而且直接讲 我就是佛 直接讲你就是佛 而且直接讲 大家都是佛 所以有很多这个密教的这个 这个上师啊 给弟子起法号 起法号 啊 就叫这个常治佛 啊 先人佛 那个连宝佛 连系佛 他就直接佛号 就直接写下去了 是真的 密教上师给弟子起好 起这个法号 底下就加个佛 都直接写佛 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佛 这个时候佛跟我啊 就是很近很近 很亲密 不应该有距离 不应该有距离 假如你常常想 哎呀佛啊 太严了 他在佛国啊 在萨土 在三界天的最上一层 无边际的世界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佛的这一种境界的 那么这样子你永远就很难修成 所以明心事过里面 第一个就是讲佛的距离跟我们太远 就是一个过时 禅宗也一样 禅宗也是有 我以前讲过一个禅宗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师父啊禅师啊 叫他的弟子 他到最后啊 要令他的弟子开悟 他就叫名字 好像是叫说 哎 这个佛啊 他就叫他的那个侍者 说叫佛啊 他侍者 听到了 但是他不认为是在叫他 所以还是做他自己的事 再叫一句 佛啊 他侍者回头说 哎 师父你叫谁啊 我说就是叫你啊 他回答啊 他怎么回答 他说 你叫错了 我不是佛啊 我是必真 我是必真 我不是佛啊 这个就是说 弟子本身还没有成熟 他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把佛跟自己 化分开来 佛跟自己化分开来 其实你自己本身就是佛 要刺激你开悟 要刺激你能够领会佛性 就直接叫你是佛 是这样子的 所以密教啊 讲瑜伽 瑜伽 瑜伽 是 就是合一 合一的人 佛我合一的人 释迦牟尼佛他成就的时候啊 他也从来不认为啊 他自己是好像是说很 很高阶级或者是很上层的 是无上的境界的 他便没有这样子 他自己认为他只是一个完人 完人就是说他已经捷悟的一个人 这个佛这个号啊 就是一个捷者 你是一个捷悟的人 就是佛 所以不要把佛想得太 太那个 好像说太无边界 你只要你捷悟了 你就是佛 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么第二个呢 他是明心事过的第二个 就是信以佛意 我们人有人性啊 人本身有人性啊 那么 这个佛本身 讲起来就是佛性 我们讲说佛有佛性 人有人性 那么有的人就这样子想啊 他说哎 我们这个人性啊 跟佛性是不同的 佛性是一个严满的节物 那么我们人性啊 有很多的啊 不同的这种个性 这个性啊 跟佛性啊 差很远的 有差异的 这个也是明心事故 当中的第二个过失 按照这个密教里面讲起来 人性就是佛性 你自己本身的性啊 其实就是佛性 只是你那个障碍啊 那个盖子没有打开 打开了你就发现自己的佛性 没有打开啊 你就是被这个佛性啊 被关闭起来 只是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你只是一直在迷惑而已 其实把迷惑啊 变成清楚 你就看到自己的佛性 所以人性啊 就是佛性 并没有差异 讲佛的性 跟人性有差异的 是属于明心事故 当中的第二种过失 那么也有人这样子讲啊 那第三个过失就是这样子讲 就是讲说 这个永远不可能成佛 他说你学佛做什么 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佛 有很多啊 这个修行修到最后发觉 哇 这佛法太深奥了 真的想成就都好像蛮困难的 有这种想法也是过失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这个就是使明心的第三个过失 很多人认为自己要明心见性很困难 因为这个直知啊很差 就是你的知慧很差 很疑传 我自己感觉啊 我发觉我实在是下下胜了 下下胜了 真的很疑传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做错事情了 师尊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完全做的 都是完全对的 有时候也给弟子骗了 弟子来骗师尊啊 我有时候傻傻子也被骗了 那么我也不能这样子想啊 不能说不能这样子想说会明心 不能明心见性 今天先讲到这里 阿玛丽伯美好 好我们讲这个明心事过 我们晓得这个明心事过的第一个过失啊 就是说佛跟我的距离太远 这是第一个错误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要想佛跟我是合一的 那么第二个过失呢 是讲说 人性跟佛性是有差异的 人性跟佛性是有差异的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要想这个人性本身就是佛性 释迪迦牟尼佛也讲啊 我们每一个人呢 个个都有佛性 这开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讲的 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 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个性 就是佛心 要这样子想 那么第三点过失 就是说你永远不能明心见性 这是因为 实在明心见性 真的讲起来 并不是很容易 但是不能讲 永远不能明心见性 不可以 这个也是过失 明心见性 就是讲说 你要好好的 一步一脚印去走 脚踏实地去实修 总有一天 你能够完全 圆满的这种开悟 要这样子 所以你修密教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能讲说永远不能够开悟 不能够明心见性 像我 我觉得 这个是下雨 下雨不是罗吼下雨 是下雨值的 最下等最雨值的人 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子 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子 并不是很聪明的 IQ ZERO IQ 虽然不是IQ零蛋 但是我的IQ 也不是很高到 好像是说 现在最高多少 IQ 智力 你们都没有IQ 200多 最高200多 人家很多智力很高的 老实讲 我的智力 我也不知道多少 总之 也不是很上上层的 但是我是这样子 我是拼死拼佛的 我可以讲一辈子的这个 所有的生命跟时光 完全投入在佛法的研究里面 在佛法的探讨里面 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我在研究佛典方面 假如我讲过了 假如祖师爷知道了 卢圣燕是怎么研究佛法的 他们会从魂墓里面 站起来给我鼓掌 我讲的是老实话 精神可嘉 资力频繁 我的这个智慧平繁 但是我精神可嘉 你看他磨啊 磨一辈子 在书桌上磨啊 磨一辈子 看书啊 磨啊 磨一辈子 把生命跟时光 全部投入在佛法的 这个研习里面 每一样都去实际上 去做 去实修 所以你明心见性 我们了解 你心啊 打开 你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知道宇宙的视力 我们看太阳就知道嘛 太阳 太阳给所有的生物 生命 但是太阳也会毁灭所有的生物 你看河水 河的水啊 可以帮助人 河的水啊 也可以毁灭人 我们懂得 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啊 佛跟福啊 相依持在一起 别人看的 佛的眼光不一样啊 佛福他懂啊 宇宙一切的视力 他明白 这是物 今天你学佛啊 今天你学佛啊 明心见性 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对视力一切非常的清晰明白 一看就知道 就明白 这是物者 是杰者 别人认为是福分的 不一定 太阳会给植物成长 太热的太阳啊 也会把植物给它消灭掉 变成枯萎啊 河水啊 潮起潮落 它可以带来回沃的泥土 可以灌溉 但是河水的猛脏啊 也一样毁灭掉 所有的龙作物啊 你明白视力的话 往正面走 佛福你就非常的清晰 是福是佛 就会明白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得到了佛 我认为是福 有很多人得到了福 卢世尊看了是佛 明心见性的时候 跟一般世俗人眼光就不同 就不一样 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去修 你就会明心见性 第四点的故事啊 是向外求 而不是向你的自信求 我们很简单嘛 这里面有提到第二点吗 我们的本性既然是佛性 向里面求 不要向外求 所以讲外道 外道 外道就是 你向外求的所有的法 就是外道 你向你的本性 去看你自己的本性的这个佛性 就是向内求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佛学啊 所谓的正法 正法跟外道 所谓正法的话 就是向内求 把你的佛性打开 就是属于正法 你向外面去求的 算一下命运啊 学一些神通啊 或者学一些看见啊 通灵啊 学一些心相啊 八字啊 五行啊 跟人家算吉凶佛福啊 那个就属于向外求 那就是属于向外求 所以向外求跟向内的不一样 向内的是 发觉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我们称为正法 那么向外求的 就是一般的一些世俗的 这个就是属于 我们讲的这个是属于外道 佛福之间啊 按照佛本身的眼光 物责 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你一个物责 一切事理清楚明白 看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四种啊 你学密教 你要知道佛我合一 本性就是佛性 脚踏实地的去修就可以明心见心 还有呢 你是开发自己的佛性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根气 两个字 那我自己啊 觉得这个根气啊 实在是跟这个轮回有关系 轮回有关系 佛教啊 本身是讲这个轮回的 也就是有多事 每一个人啊 都是有多事的这一种轮回 那为什么啊 可以知道有轮回呢 很多人都对这个轮回的事情啊 比较这个好奇跟去探讨 有的时候啊 你用观察就知道有轮回 对自然界的观察 你可以很仔细的这个看出来 像太阳啊 每天从东方啊 这个出来 然后落到这个西方 从西面下去 白天晚上都是在轮回 整个宇宙的现象啊 春夏秋冬 都是在轮回的 很简单的看啊 你那个海水啊 跟河水 它有这个脏潮的时候 有落潮的时候 这个也是在轮回 水啊 脏潮啊 落潮 都是在轮回 整个天体的现象 你看那个宇宙啊 这个九大行星 太阳系 还有彗星 按照天文这样子去观察 它本身都有一定的轨道在走 也是一种轮回的现象 轮回的现象 这个大到整个宇宙天体 小到个人 你自己本身啊 这个血液啊 也是一种轮回 你身体的这种现象 都是一种轮回的现象 轮回啊 可以讲是佛教本身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番 根气啊 就是从轮回所产生 有人讲说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 这个出生啊 这个点啊 应该都是平等 然后在以后后天的努力啊 才有这个产生啊 不同 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天生的 有很多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 有很多 天生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智慧的 很有智慧的 有人天生就是很愚蠢的 也有天生就是天才的 也有天生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白智的 由这里观察 它有所谓的前世 现在有所谓的未来 从自然界观察 根气啊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谈到根气啊 其实有三种 一种是正的根气 一种是特殊的根气 一种就是这个破的根气 破的根气 那整个我们这样子观察了解到我们这个学习啊 佛法的这个过程 有的很快 有的很快 它是特殊根气 所以它很快成就 有的一步一步的渐渐的成就了 那是正根气 是很快的 有的幻x無常的 一会儿信啊 一会儿游移啊 那么一会儿这个 是很热啊 一会儿就冷啊 有的是热啊 热个一阵子 冒泡 热的冒泡 但是冷的也快 冷的跟冰一样 热的跟烤红的 是那个链 那个铁一样的那么热 那冷的时候就像冰 这个是一反一副 如同潮水 一上一下 有很多弟子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卢斯尊看众生 就如同看那个潮浪 站在海边看那些那个潮 一波起来又下又上又上 又上又下又上又下 人生如同潮浪 生活中的弟子也跟潮浪一样 一波涌来都平了 又一波又来 一波未平了 另外一波又起 人生真的是潮浪的 能够很久修持的 有这个道心坚固的 事实上也不多 那个破根气还是多 正常根气也不少 特殊根气就很少 要找到特殊根气很困难 特殊根气是说你前世已经有很有修行 你已经修得已经快满了 师父只要给你一点 一直点了 你马上就成就了 这个是特殊根气 在这世界上要有这样子的特殊根气 很困难 我们是要很微妙地这样子观察去寻找这样子的特殊根气 一点就成就了 这个是少数 这样子是特殊根气 为什么他能够慢学而有那么大的成就呢 主要他是个特殊根气 因为他不是没有学 而是他在过气世当中 早就禅定功身 快要成就了 所以他来见师父的时候 一经指点 他马上他就开悟 这个是属于特殊根气 但是这种特殊根气 很难 很难有 可以讲万人之中不得其一 甚至于百万人之中 千万人之中不得其一 很少 一般的是属于泛泛之辈 泛泛之辈比较多 这种泛泛之辈 假如能够他的根气 还是固定的没有破 还不错的 他慢慢修 将来也会成就 慢慢的这样子修持 他将来也会成就 那个叫做见悟 渐渐的去成就 那特殊根气是顿悟 一刺激他 他就开悟 他一个跌倒 他就开悟 他这个是比较厉害 我创破头 他就开悟 这个就是很特殊的一种根气 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谈这个根气 我们晓得根气有三种 一个就是正的根气 那么一个是特殊根气 还有就是这个破的根气 这个根气也可以讲是法气的 那么比喻呢 以前师父经常拿一个碗 这个碗是正常的碗 那我们这个师父教他东西 就好像倒这个牛奶 倒碗里面 倒下去的时候 他每一次倒一点一点一点 到最后他就会满 这个是属于正的根气 那么一种呢 就是特殊根气 他前世已经有修行了 所以他的这个碗呢 可以讲已经快满了 这师父给他倒一点牛奶下去 他就满了 那这个是属于特殊根气 还有一种就是破根气 就是这个碗呢 本身底下一个洞很大 这个牛奶瓶那个口还小小的 这倒下去啊 根本就有到等于没有到 一倒下去 他就从那个碗 他就就漏掉了 这个我们就称为破根气跟破滑气 那破滑气永远是倒不满 怎么样子让他满呢 那就给他补啊 就要补起来 他才能够存 存起来 我们晓得这个六祖费能 禅宗六祖费能 是特殊根气 他一听到这个人家送金刚经呢 他就很感动 他去找五祖红人呢 也不过待在那里一段时间而已 所以五祖问他去看他 到那个煮饭的地方去看他 他说米熟了吗 六祖回答说 米早就熟了 就等着塞 他这个就是残语 这几句话就是很简单的残语 他半夜传他法 传完法就叫他离开 传啊 依婆啊 就叫他离开 所以他这属于特殊根气 他不够在那里八个月而已 另外日本空海 他本来他就修密教的 他已经修的已经快要满了 到了中国大陆啊 这个西安啊 这个惠国老和尚那里 那个老和尚一给他指点 他就满了 这个也是属于特殊的根气 这个都算是特殊根气 所以有时候啊 这个也不要讲说特殊根气啊 这个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快有成就 为什么那么快啊 他们的这个成就会那么好 因为他本身啊 在轮回的前世当中啊 他们早就修行了 早就修了很多事了 包括释迦牟尼佛啊 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是修了很多事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本身就是前世的那一种 本身经啊 往事书 他有很多很多的往事都是在修行 直到佛陀的系达多太子的那一事 他才成就 这也不能讲他一事就成就 他也是修了很多事才成就 所以一个成就者 有所谓的正 那么有所谓的这个特殊 那么最后呢 这个破法器啊 破根器也很多啊 我观察也很多这些 破法器破根器 就像那个啊 就像人家讲那个月亮 月亮啊 像月亮一样啊 这个初一十五就不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初一十五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不能够恒久 他有蒸蒸啊 有茧茧 有蒸蒸有茧茧 人心如潮浪啊 就跟潮水一样啊 有高峰啊 有低谷啊 所以这个恒久行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讲那个 虎头老鼠尾 虎头老鼠尾 老虎的头啊 但是他的尾巴是老鼠的尾巴 就是到最后啊 就留位 台湾话讲溜位 就是说跑啦 溜啦 本来开始啊 他皈依生活中很热心的 很想学法了 一阵子以后 他就留位 留位啊 留位他就没办法 所以一般来讲破法器啊 破根器是很多 破法器破根器是很多 是很好的真佛秘法 但是你要很久修啊 你不是特殊根器啊 你不过是一个正根器而已啊 正根器啊 还要好好地付持啊 不能让它破了 一破掉以后啊 你这一次破了 下一次可能破的洞更大 越破越大的话 牛奶就永远灌不满了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比翼啊 这个碗啊 跟牛奶啊 这样子倒啊 都是一种比翼 众生的心性啊 真的也是在轮回 我看了啊 这众生的根性 都是在轮回 这个很热的 会变成很冷的 那么这个像那个太阳啊 升起 太阳也会落下 所有的潮水啊 也会上涨 也会下落 春夏秋冬啊 也会轮回 树叶会清脆啊 也会黄 也会这个飘零 那么花会开啊 也会谢 人身体啊 会健康啊 但有一天 也会被衰弱 很强的势力啊 有一天 也会变成弱势 本来不戴眼镜的 现在都变成 很有邪问 都戴了眼镜 啊 人身的状况啊 由年轻啊 一直到衰老 也是一种轮回 所以如何啊 保持你这个 修行的 这个清静的心 恒久的 永远像出发心 一样的 又有长眼镜的 这样子修行啊 这种法器 这种根器 才能够成就 特殊根器 很难找 但是至少呢 我们要一个 像一个正根器一样 永远能够 很久 然后要突破 在一段时间 保持了以后啊 会觉得很疲累 但是你要突破 这个疲累的 这一种状况 能够更加去精进 所以六波罗 有一个精进波罗蜜 有一个精进波罗 你能够永远保持 精进的去修持博法吗 这个就是很大的学问 你能够精进波罗蜜 你就能够得到 知慧波罗蜜 知波罗蜜 你就能够得到 有精进波罗蜜 才能够有知慧波罗蜜 今天讲到这里 Omari Bebih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